《大碗列传》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六十三篇 这是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的专篇 此传以大碗为中心 旁几周围一些国家、部落 远至西亚南部、南亚一些地方 也涉及中国新疆和川、滇部分地区 叙述这些地区的地理和历史情况 包括位置、距离、寺林、农牧业、物产、人口、兵力与城役等 严谨一概 不仅叙述了开辟丝绸之路的艰苦历程 并且反映出中国古代人民的地理知识与视野的不断扩大 是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和中亚等地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是计静了 在与 afflict,人口和光组制,歸AL